郭文貴議員 院長 各位委員 大家早 今天本席對於國事建言所講的是 健全長照體制需要全面思考 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嚴峻 根據國法統計資料 民國107年台灣就要邁入高齡社會 屆時我國在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 比例將超過12% 10年後 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將成為全球第一 正式進入每五個人 就有一個是老人的超高齡社會 本席在這裡呼籲 各界必須重視人口年齡比例失衡 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國安問題 為了不讓我們下一代 一出生就背負沉重的撫養重擔 更要讓長照失能患者的家屬 能夠有喘息的機會 本席認為儘速訂定完善的長照政策 絕對是立法院新會期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根據衛生福利部資料 去年台灣約有74萬失能人口 但其中並非只有老年人 由於今年疾病年輕化等因素影響 也出現了不少年輕失能者需要長期照護 因此目前行政院長規劃 是要以長照保險體制為主 民眾只需多負擔五分之一健保費 其餘由政府與雇主負擔 就能達成每年固定1100億元規模的長照體系 將可全面照顧82萬失能的人口 提供每人每月約1萬多元的長期補助 有效減輕全國376萬人 失智失能家屬肩上的重擔 然而即將執政民進黨 卻否決國民黨長期以來推動長照保險制度 事實上國民黨在這一塊已經很用心 也考量很多各方面的意見 總結出來 但是民進黨他現在執意 只用指定稅收加上公務預算籌措 作為未來長照的這個裁員 本席發現 如果以現在目前民進黨的這個計畫 大概每年只有300至400億的規模 這個是有問題的 而且他這個財產 這個長照的裁員來自移證稅與房地交易稅 甚至還加上0.5%的營業稅 如果遇到景氣不佳的時候 這些稅收的來源都會變化 甚至可能短缺 就讓長期照護這一塊 可能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沒有辦法全面的思考 沒有辦法穩定的走下去 本人在這裡呼籲 希望長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大家要全面思考 你我以後都會用到 而且啊 這個有 謝謝羅委員 現在請李委員 燕秀 花園 花園 花園